警察小哥正跟着喝的看着球赛 电视上突然播放起追捕逃犯的直播 栓子见状气得破口大骂 再仔细一瞅 发现逃犯逃跑的路线就他妈给自己家附近 听着微舞微舞的警笛声渐行渐进 栓子心中顿时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他紧忙起身来到屋外 边走边掏出手机给指挥中心打电话 上车后栓子点火挂挡一气合成 直接将闷闷车倒在了马路中央 把及时而来的逃犯捉了个满满灯灯 就这样时 只用两分钟的功夫 栓子就轻松到手一千道的加班费 往后他一脚地板油 把妹妹车开进院子 赶忙回到屋里 但是和他继续看球 而相比栓子好黑哦的秋假日常 同时Norland就是个妥妥的倒霉蛋 刚刚他接到警情 一名服务员不小心刮花了富婆的豪车 见对方矢口否认 富婆立马掏出一小刀 Norland见状赶忙上前制止 结果劲儿大了 直接将富婆裙子扯破 眼瞅看热闹的路人都举起手机拍撤 那家顿时给富婆气灯了 虽然Norland第一时间成行道歉 但做完笔路临走后 富婆还专门记下了他的姓名 以及警员编号 并且口述谎言 要让他付出代价 本以为对方是个气头上才出言不逊 没曾想晚上下班后 Norland果然被一名持枪男子当街洗衣 直到青空突突将里的子弹 别独自才匆匆开车离去 看着门门车被打得跟他们塞爱的似的 直接报废 顿时给Norland吓出一身冷汗 很快局长便亲自带队赶到了现场 直到这时 众人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Norland白天扯坏裙子的富婆 是他们当地黑帮大佬的媳妇 得知自己的女人被小警察侮辱 声动之下 大佬立即向全城小弟下达对Norland的追杀令 为了确保下属人身安全 于是局长决定亲自开车将其护送回家 并且安排特勤小组 24个点贴身保护 面对大佬公然的挑衅 局长连夜不属 组织全局警力 对别独的黑白两道的妈妈 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摧毁打击 仅用了短短一天时间 就端掉了大佬几十个窝点 抓获他手下几百名小弟 本以为此举会让别独的分清 谁他妈是大小王 没曾想 大佬他妈竟装熊玩来 报夹警 将直前的局长和诺兰引到一间民房 然后搞偷袭把脸儿垫晕俘虏 等他们再次睁开眼 已经被死死的绑在泳池边的椅子上 为了不连累局长 诺兰赶忙开口向他道歉 结果别独子油言不尽 扬言要杀了二人泄愤 见大佬如此狂妄 顿时给局长气蹿了 小子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制服上的景强 就算你牢里的老爹来了 他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就凭你弄得了我吗 此话一出 彻底将扁图的激怒 抬腿出刺一脚 直接把局长带进泳池 紧接着大佬让手下举起相机 威胁诺兰给自己媳妇道歉 趁几个人捉弄诺兰的功夫 局长为了尽快从水下逃脱 啪啪一声忍痛掰断手指 成功解开手铐 紧接着他迅速转出水面 伸手将泳池边的小扁图拉下水 却听佩伦的一声枪响 叫喀了当场嗝屁 诺兰尖撞迅速起身 撞倒黑帮大佬 而局长则趁乱撞出水面 开枪干到另一名小咖了 眼瞅情况不妙 大佬赶紧捡起地上的配布枪 试图撩影 边跑还边不忘开枪压制局长 结果经意外打中了局长的小脖梗 看着局长缓缓沉入水中 诺兰再也按捺不住 一脚将凳子太队 接着一个猛子扎到泳池里救人 可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很快 等副局长带人赶到现场时 看着搭档的尸体 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 他立马来到监狱 找到大佬的老爹 告诉我你儿子的老巢 不然我已经让你们父子俩 错骨扬灰 得知自己的大儿竟敢枪杀局长 给老头等着一脸懵逼 眼看事情已经闹得 无法收场的地步 没有招了 他只好说出大佬的老巢 有了别独子确切的藏身线索 副局长当即下令 警员全部出动 来到别独子的必经之路上 设好关卡 等大佬开着眉眉撤经过 最终诺兰亲手把比亚独子逮捕 并将其押上警车 以交法院制裁 哥们记住了 人真正道是苍苍 年少不要太轻狂 男孩一出生就没了生命迹象 直到护士在他背后 发现了一根诡异的绳子 紧接着随手用力一拉 男孩跟个发条玩具似的 哇哇大哭起来 因此家人便为其取名为 发条男孩 而随着时间年复一年的过去 穿子也逐渐长大 但他始终需要靠别人帮忙 拉动发条续命 这一天他站在课堂上课 后背的发条却跑完了 下一秒还跟个木头人似的 直接倒地不起 班里的同学见状纷纷发出嘲笑 唯独发小罗杰不离不弃 面对众人对栓子的围攻霸凌 罗杰挺身而出 帮栓子驱散一切威胁的同时 每天也帮他上发条 就这样久而久之 俩人成了生死之交的老铁 成长中难免有过争吵 有过打闹 但每当回想起童年的记忆 俩人都会立马重归于好 很快 战火蔓延到了小镇 哥俩被强行征调 即将奔赴浅线伏兵役 临行前 栓子依依不舍地 望向家里的方向 母亲却躲在窗后 喊泪目送自己的好大人 但直到战场上枪炮无眼 栓子此行是凶多吉少 但好在有罗杰在他身边 能及时帮栓子拉绳续命 避免其不被炸层挥击 战场上 哥俩正坐在皮划顶渡河 不料却遭遇敌机偷袭 只见两颗炮弹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 正好落在俩人的正前方 见罗杰被炸了迷一灯人的 栓子来不及反应 拼了命地朝他游去 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将其抬到岸边 紧接着 因为发条超时 直接倒地失去生机 等昏迷中的罗杰醒来 发现栓子不省人事 赶忙伸手去拉他背后的绳子 结果劲使大了 直接把绳子给干断了 但好在栓子还是醒了过来 然而随着栓子的发条跑完 他当即也没了呼吸 罗杰见状 火速将其扛回影地进行抢救 他则守在医务室外 手中紧握麻省 希望医生能将发条 给栓子接回去 直到罗杰被医生叫进抢救室 他震惊地发现 栓子果真被医生给救活了 就在两个人喜极而泣 紧紧相拥之时 栓子的后背缓缓出现 原来医生给他升级成了 电动发条 好家伙 以后再也不需要拉绳续命了 呵呵呵